大家好,我是阿儿姐 冬天天气寒冷 萝卜搭配四个鸡蛋是绝配 不炒,不炖,不做汤 出锅香气四溢 就连挑食的孩子也抢着吃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绿萝卜 四个鸡蛋放一旁备用 先来和个面团 面盆中加入500克面粉 再加入5克干酵母 然后再加入300毫升的温水 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 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揉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封上保鲜膜放一旁醒发着备用 接着将洗净的萝卜切头去尾 再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刀工好的姐妹也可以切成细丝 提前烧一锅开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 再将食盐搅拌化开 接着再下入萝卜丝 将萝卜丝焯烫一下 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萝卜约煮30秒 控水捞出 然后放入凉水中过凉 煮萝卜的水不要倒 再加入一把红薯粉条 将粉条泡软 接着再将萝卜丝中多余的水分挤掉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将萝卜丝放在案板上 然后再改刀将萝卜丝切一切 再将萝卜丝剁一剁 这里不需要做的太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将切好的萝卜丝装入大碗中 接着准备一个洗净的洋葱 先将洋葱从中间切开 再将洋葱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将洋葱切成小碎丁 切好的洋葱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几个香菇 将香菇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细丝 然后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香菇丁 切好的香菇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的粉条也泡好了 将泡发好的粉条 用厨房剪刀剪成小段 接着再加入适量的老抽 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加入老抽不仅可以跟粉条上色 还可以使粉条入个底味 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四个鸡蛋 再用筷子将鸡蛋充分搅散 让蛋清蛋黄充分融合到一起 取出炒锅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洋葱碎 快速翻炒 炒出洋葱的香味 洋葱炒香后下入香菇丁 继续翻炒 将香菇炒至断生 接着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继续翻炒 下面来调味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食盐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五香粉 再加入一勺蚝油 继续翻炒均匀化开调料 接着下入粉条碎 继续翻炒 粉条约炒30秒就可以离火出锅了 将炒好的粉条洋葱倒入到大碗中 接下来炼起锅加入食用油 再下入鸡蛋液 再用筷子快速滑炒 将鸡蛋炒成鸡蛋碎 炒好的鸡蛋碎倒入到大碗中 最后再加入上的小末香油 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配菜充分融合到一起 搅拌均匀 馅料就准备好了 现在面团也发起来了 按板撒适量干面粉 取出发好的面团 再将发好的面团反复揉搓排出空气 接着再将面团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则切成大小cart 既然会暗大小丝 做到以上咤解 要是要是要是要的 打第二滑 汕水 搅拌均匀 蕁油 搅拌均匀 刚 stakes 炒均匀 炒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馅料中我们加入了香菇 洋葱 鸡蛋 萝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点赞 关注 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起来可以加一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